张博之三胎生父恨透谢霆锋 两人离婚协议爆出 谢霆锋做得太绝了 夫妻离婚最好的状态 我想应该是互不打扰 张博之和谢霆锋不知不觉已经离婚八年了 这八年离两人不经不扰各自安好 两人自离婚后真的没有再合体过 两人都有了新的生活 谢霆锋和旧情人王妃旧情复燃 而张博之也生下三胎儿子 只是三胎生父至今沉迷 另三胎父亲的身份一直未对外公布 外界的猜测也从未停止 以张博之的性格如果能公布怀孕的时候 肯定已经全天下都懂了 不能公布可能性就是孩子父亲的身份不是单身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博之和谢霆锋两人早在八年前签下的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签订了两方达成一致的协议 内容容大致是如果一方再婚 就要放弃抚养权 迪波拉罕透张博之 因为两人的离婚协议 导致张博之一直要隐瞒三胎生父信息 两人也不敢登记结婚 张博之三胎生父恨透谢霆锋 两人离婚协议爆出 谢霆锋做得太绝了 对方不结婚对他有什么好处 难道别人孤独中老他才满意吗 真希望两人能打破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